首先给大家看两张图片 放大之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差距 特别是叶子的细节 人物的轮廓 这两个视频都是同等参数下导出的 但是渲染程序不一样 右边这个是PR自带的H.264导出的6Mbps的视频 左边则是PR加一个插件实现的 今天就教给大家如何大幅提升你的视频质量 更多的细节 更小的视频提及 更快的渲染速度 首先介绍的是AfterCourse这个插件 我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过 这个插件非常的强大 可以在Win10或者苹果系统使用 支持AEPRME 这个插件是收费的也没有中文 不过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汉化版的 第二个推荐的插件叫Walko的 这个名字应该是这么念的 这是一个德国人开发的插件 开源免费非常的强大 可以直接在GitHub上面找到 这款插件不仅支持Atope的AEPRME 还支持达芬奇 还支持Sony的Vegas 在Relysses这里 你就可以下载得到最新版的了 除此之外 你还要下载连接器 就比如说你常用的非线性剪辑软件 是PR 那么你就下载PR的连接器 也就是Walko的本体 再加上连接器配合使用 这两个插件 你们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不冲突 安装非常的简单 你们下载下载 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就完事了 接下来我先介绍下Walko的插件 因为关于AfterCourse 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讲解 OK 现在我已经剪辑完了一段视频 然后我们Ctrl-M导出 接下来点击格式 你可以看到AfterCourse 还有Walko的插件 我们选择Walko的插件 接着打开设置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编码器 有AVE X264 X265 NWIC 还有QSVE 还有PORUS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插件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支持英伟达的NWIC编码技术 而且现在NWIC编码技术 已经发展到第七代了 就比如说2060 2080 30 70 3080 这类的20系 30系显卡 都是自带第七代的NWIC编码器的 如果你是9系 10系的显卡 就比如说970 1080 它们搭载的是第五代第六代的NWIC编码技术 也是可以支持的 NWIC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 它的画质不速X264 M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NWIC选项这边 在这里你只需要改量化 参数就行 其他都不用动 这边数字越小 画质越好 我一般喜欢改成27 差不多就是平均码率22,000的样子 因为我一般都做的是4K分辨率的视频 我个人非常喜欢CQP的这种编码模式 我之前也有很多期视频有介绍过CQP CQP它虽然体积不可以控制 但是它的画质会更好一些 它是动态码率的 然后预测的话 你就选择median速度就好了 毕竟我们up主做这些网络视频 传B站传YouTube 这些的话median速度就好了 如果你想选择更好的画质 更小的视频体积 就可以选择Slow Slower或者Very Slow 当然你付出的时间将会更多 设定好之后我们来到音频这里 采样率48立体声 这都是默认的就好 在视频这里调整一下帧率60帧 4K60帧 放显像素1.0 无产区组行扫描 颜色范围Limited就好了 颜色空间709 估计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在上期视频OBS大师教程 有专门解释过这些术语是干什么的 我有详细解释过这些选项该怎么选 为什么这么选 而且还有中文字幕 建议你们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再去看那期OBS的进阶教程 OK 开启最高渲染质量 最后我们再更改一下文件名 接着你可以选择导出或者队列都行 我一般都是用队列的 调用ME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排很多个任务 让它慢慢压制 安排完队列任务之后 你就可以关掉PR了 并不需要PR和ME同时开始 只需要开个ME就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AfterCourse这个插件该怎么设置 在这里我放我之前已经做好的 AfterCourse的教程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用的是 Adobe Premiere Pro这款剪接软件的话 建议安装这个AfterCourse这个插件 接下来音频这里的话 可以选择立体声 然后Mono这是单声道 或者说你有其他需求也是可以的 16位44或者说48或者96都可以 视频的话我这边是4K60帧 然后放形象数1.0 无场序逐航手描 勾选这个最高渲染质量 格式的话是MP4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设定 接下来我们来到设定这里 勾选这个 增加编码参数到文件名 就比如说我压制好的视频 后面会添加一行参数 H.264 质量50 速度3 编码器的话 我偏好用X264 这个是纯CPU编码 它压制出来的画面真的是很好 细节保留的更多 虽然说速度没有因为打型卡那么快 但是我追求的是质量 如果你CPU非常的强大 时间非常的多 可以选择X265 它耗时非常的长 非常吃戏 但是它的体积会更小一点 也就是X265它的压缩率非常的高 接下来几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质量 也就是类似于CQP CRF那种方式 就比如说我设定60%的质量 或者50% 或者40%都OK 质量越大 视频画质越好 但是体积也会更大 一般我喜欢60% 我不太喜欢用目标码率 虽然说它可以很好的控制视频体积 但是它会造成码率浪费 或者码率不足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目标码率的话 也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B站它那个1080P平均的话是6Mbps 如果是4K的话平均20Mbps 接下来是速度 速度越慢的话 视频体积越小 画质越好 但是呢时间也会更长 如果你只是投稿到Bilibili YouTube这类网站的话 那么呢Media中速就好了 它可以在质量和速度之间做好平衡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可以选择Slow或者Slow 它可以减少你的视频体积 接下来颜色这边默认就好了 就比如说8位 电视色彩 然后自动 如果你采集卡采集出来的画面呢 是4444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一个 一般来说420就好了 特效的话 这里就不用停价了 除非你要压制的是电影 或者说一些动画之类的 GOP这边的话 设置为0就好了 自动模式 如果你设置为1的话 它只需要挨增 如果你只是只有挨增的话 那么的视频体积会非常的大 但是呢解码起来非常的快 这也是为什么苹果的Porus 还有GoPro Cinephone 还有DNXHR 非常适合视频剪辑的原因 又或者说你创建了代理剪辑 因为这类视频的话 只保留了艾症解码起来非常的快 所以说在时间线上的预览 非常的丝滑顺畅 这里还有个好东西 叫快速开始 它可以让你的视频更快的过神 让你的粉丝更早的看到视频 但是这个快速开始呢 会添加一次额外的编码 会导致压制的时间变得更长 AFT COST这个插件呢 它压制出来的画质呢 比P2比M1自带的还要好 而且呢速度更快 细节保留的更多 更精细的画面 更少的马赛克 接着渲染程序的话 我们选择英伟达的CODA来加速 这个CODA呢 只是加速而已 主要工作呢 还是CPU在做 你不用看显卡有60%的占用率 这60%呢 实际上是我OBS在录这个现在的画面 我现在第一个任务是 AFCOS X264 存CPU密码来压制的 你可以看到处理器直接满载 然后显卡的话 只占用了10% 显卡只是加速而已 然后处理器的话 直接100多摄氏度了 在买3070Ti之前的我CPU最高只有85度 买了3070Ti之后呢 那个显卡的尾气呢 直接往往那个CPU上了气吹 直接把我CPU拉高了20度 吸入了空气排出更热的空气 接下来第二个任务是 WCode NWIC编码 你可以看到现在显卡的100%占用率 开始努力工作了 然后呢CPU只是辅助加速而已 好的 现在压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用AFCOS X264 耗时2分43秒 然后用WCode NWIC来编码 耗时1分05秒 压的这期视频呢 是一个1分20秒的4K60帧的游戏视频 待会呢 我会把测试结果做个表格 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接下来这两个视频解图呢 都是Midium速度 都是同仁参数下渲染的 左边是WCode NWIC编码器 右边是AFCOS X264编码器 真的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之前也说了 第七代的NWIC编码器 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导出的时间 都是Midium速度 不得不说有英文大型卡 NWIC编码器是真的很爽啊 节省一半的时间还不止 由于这两个产品比P2和M1 自带的编码器呢 还快画质更好 所以说我就没有把自带的 拿进来做对比了 还有大家不用太在意 B站的恶压什么的 因为如果你要达到免恶压的话 很多参数是需要做妥协的 它整体的视频质量呢 没有那么好 就不是说你限定一个目标码率 而有的复杂场景呢 它需要很高的码率 但是你给的码率又不足 而有的场景呢 不需要很高的码率 就比如说黑暗场景 一些静态的突变 而你给的码率又太多 画质很好的视频 然后随它怎么压 我都是视频导出之后呢 YouTube传一份 B站传一份 谷歌的YouTube 它那个技术会更好一点 画质更好一点 所以我主要经营的 也是YouTube的频道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B站即便恶压按钮 画质一样也是很好的 你可以看我之前发的那些4K视频 你看画质多好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